今天早上拿起《环球时报》的社评 突然间有错觉是否旧呢 因为早几天我们才明明说过 当时是一个出口数字 同样是超出预期但并不意外 今次《环球时报》说的是季度GDP 因为中国季度GDP的同比增长达到4.5% 是高于国际上很多本来分析所预期的4% 所以就算今天一些中国新闻的报道 其实也挺大蝙蝠去触及有关的情况 外界视为超出预期和乐观 但《环球时报》整个社评就说 这个增长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看看中国连串的一些经济数据 其实不同的领域都出现很强劲的增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这个季度的增速既是超出预期 但其实也是意料之中 当然外界长期对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都有少少的质疑 当然是同数字上的质疑 但实际上整体的势头都没得质疑 即是它的势是落 势是上的 那些就没得质疑了 很明显现在势是上的 所以为什麽近期 你在国际外交上 中国的意气风化 就是那个经济的信心是很强的 大家想着 你又有这个疫情 又要封国 又被美国各方面的制裁 那你今次肯定 元气大伤 有时间才复原 你发觉不是 反弹的势头真是挺强的 而根据环时再去继续分析 这个GDP的数据 就特别有几个领域 那个增长特别强劲 亦受到额外关注 第一在制造业领域 投资同比增长的7% 对外出口升了8.4% 显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作为消费呈雨表 或者叫寒暑表的零售额 三月是升了 是超过一成的 可想言之 所以他们更加提到 未来的五日黄金周 更加可以显示出 中国内部消费增长的势头 对环球时报 不单止与大家讨论数字 它是讲一些真实 在中国内地出现的场面画面 包括在生活中 我们看到餐馆门前排队的长龙 在一些景点里 摩肩接种的一些游客 工厂里忙碌的生产画面 其实都直接地展现 中国快速恢复的经济社会生活 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其实是相互认证 再加上在疫情之下 停了好几年的港交会 去到第133届 重新再次举办 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世界零售商500强的企业都离开采购 有些企业团的人数超过200人 你想想250强 不多不少 每个都派100多200人来 那里有千上万的外商 在这里看好中国经济 未来的市场 就认为是世界对中国信心的真实写照 经过疫情底下 其实西方国家是元气大伤 特别是俄乌战争 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原料价格的上升 你发觉西方国家就叫苦连天 特别是能源方面 这个是对他们的伤害很深 中国反而这方面 尽管在疫情底下 是要封国封关 但是它本身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 是少 甚至是对某方面是有利的 所以经济的反弹也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有一点我最同意的 就是这次第一件经济反弹 在那天中国并没有加重弱 并没有大水慢灌 以前来说 旧经济有很多出招 这个调控能力很强 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动作 但仍然有这么强的反弹 这确实是令西方方面的观察大跌眼镜 老宗 我觉得也有几个观察 值得和大家再提前 第一,我们毕竟知道过去几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刚才的理由是反弹 是一个很好的字眼 它不是一直持续的增长之下 出现一个理想的增幅 它只是在一个反弹之下 出现理想的增长 其次也是要看看 究竟这个季度性 一定是可持续地继续发生 因为中国经济面对增幅的放缓 其实在疫情之前 本来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 只不过疫情令增长几乎倒退了 于是现在自然换来增长的空间 第三,其实环球时报也提到一个状况 就是人们在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 作出激活经济各项决策 地方政府因地制而推出 聘经济的具体措施 这些全部都是官方出手的手段 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特色 就是有官方很大的影子在影响中 这个就是中国特有国情 调控经济力很强 当然我们看不到民间实际的一些反响 全部都是官方的一些数字 这些都是中国最难了解的地方 你只能听到一方面的声音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只能靠谷了 有一件事就可能不用猜了 就讲讲台湾的选情 《联合报》里面社评就讲到 标题都很清楚了 大家知道《联合报》 其实是蓝营很重要的一个喉舌 或者它在意识形态上 是很紧密支持国民党的 这个传统上都如此 黄廷吴老先生时代都是如此 他说国民党振荣华丽 但难解基层的蓝色忧屈 一讲到蓝色忧屈 整件事就很浪漫化了 不过《联合报》社论 为什么要讲到国民党的振荣华丽 是讲到202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 战慢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了 因为虽然不需要什么都靠谷 不过在国民党究竟派谁出来参选这个议题上 大家都仍然要继续估 因为对比起民进党已经有乃清德州到位 已经开展一连串的选战工程 但在蓝营国民党里面 现在究竟有哪一个候选人会正式出来 大家都未知 《联合报》的社论 在当中形容 在泛南阵营2024年和2020年比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现在是人才仔仔 还数出了八位总统级的潜在人选出来 不过真的很坦白 读完那些人名 我就对于标题所说 这个是什么华丽阵容 真的有点保留 我相信联合报的主笔 都是武俠小算迷 他说到好像武林大会 这个竞选山头八大援派 旗帜临立 少林武当娥味的国有千秋 他列出潜在人选 这八个好像不同山头奖务人 侯友宜、郭台铭、朱立伦 中港董事长前政治金童 又不是金童 现在老了 赵少康 曾经光望万丈的谷雄前市长韩国瑜 都是涌等 早前提到一个女将 台中市长盧秀燕燕姐 近期积极是部署参选的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前院长王健宣说 这些老一辈 上一代人 堪称就振荣华丽 不过看下去 真正被武林盟主的实力的人 或者形象 我都看不到 他们的确 如果说形象上 可能是要想想 不过他们的背景都很特别 因为当中包括首富 包括党魁 包括一些曾经的媒体金童 包括统派大师 所以这个形容是挺好的 泛南军看来是战将如云 不过战将如云 不一定代表这些战将的战力惊人 究竟能不能够去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 在两个比拼之下 是否可以有实力 不过最大的前提就是 现在八个人都不知道派谁出来 所以联合报的社论 其实是说 有这些人选 蓝营的里面 其实我们还数了一个 就是非绿营的阿文哲 其实都虚伪以待 随时都打算分一杯斤 但是最终派谁出来选 你如果在蓝营的基层里面 我一直都看不到 你找到一个万众期待 大家一起很协定支持的候选人 就只会令到内部变得分裂 变得互相攻击 最终令到陆营似乎有好处 其实这篇文章看上去 真是一颗眼泪 总统选一个人 你八个人都要有实力去选 而各有涌等支持者 证明你的民党 未有八个板块 八个分裂 你现在是找一个人出来吗 最多两个什么倍 你搞到有八支旗在 人家一支旗已经在移动了 八支旗在移动了 都不知道谁出来 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不到你有什么机会 可以赢到民进党 我就不认同 这是一个华丽的阵容 但我又认同 联合报的社论有几段 其实都说得很公道 蓝营如果一直内战到六月的时候 加上陆军便会见逢插针 所以到时无论是侯友宜 还是郭台铭在初选 都会带着片体轮霜去出线 最后还不能够保持居高不下的声望 不过这个声望好像现在都没有 所以国民党向来内斗内行 都挺公道 蓝营的后舍部都知道自己的阵营里面最厉害 就是内斗 但是一旦分裂就会四分五裂 覆巢之下无言论 到时民进党当然可以看着来吃 所以他的一个提醒都挺好的 甚至乎就算你初选能够出线 就是说蓝营 都其实不是真正的胜利 唯有等到总统选举落幕 你能够进入了去总统府才是最后的赢家 这就看见国民党这么多年这个八年老店 这方面始终解决不了问题 从当年宋楚瑜连战那次是两雄商斗 又被陈水扁执离热尖堆 已经一个引为历史遗监 这次其实仍然这个问题是存在 当然现在来说民进党的势 是比你强得多了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